約兩千年前,羅馬太上奧古斯都由神一教教天下人民跟奉尼普少子。 這時,約瑟也和瑪利亞回到伯利河。 和瑪利亞回到伯利亞回到伯利亞回到伯利亞。 和瑪利亞回到伯利亞回到伯利亞, 祂們最後只有住在馬棚裡。 和瑪利亞回到伯利亞回到伯利亞。 這時,在伯利亞的演藝裡,有牧羊的人。 夜間,按著音音,開手揚曲。 不然,有天使站在他們旁邊。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。 他們就甚懼怕。 不堅持對他們說,不要懼怕。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。 今天,救主耶穌基督在伯利堂降生了。 。 牧羊人急忙趕去伯利河。 去瞧見耶穌。 。 小耶穌降生以後,在東方有三個國士, 也帶著禮物來朝見主耶穌。 天上有一顆明亮的星星指引他們。 他們跟著星星一路長途拔繡。 一直來到主耶穌所在的地方。 他們就獻上禮物。 黃金、乳香和墨藥。 。 這一切正因念了先知所謂的。 說。 猶大帝的國力行啊。 你在猶大誅城中,並不是最小人。 因為將來,有一位軍王。 这就叫什么 不然 不一样 依赐恋你